深不见解的海洋,一艘潜艇缓缓前行 潜艇里的人们日复一日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这究竟是这些人不切实际的幻想 还是为了财富孤注一掷的勇气 罗宾逊是一位出色的潜水员 辛辛苦为公司工作了30年 现如今却要被辞退 因为没有签过正式的劳动合同 所以他并不会得到离职金 到时候只有8000多的潜伞费 还要感谢公司的仁慈 人到中年奋斗半生 缺混的气离子散,穷困料到 他曾经以这份工作为荣 忠于航海,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 像他这样一顾不惑之年的 在人才市场很难找到工作 罗宾的朋友和他的境遇也差不多 人到中年没有了工作 快到退休的年纪却没有养老金 终日泡在酒吧里面 用酒精来逃避现实 朋友克斯芬受购这样的生活 他将一个改变命运的秘密告诉了罗宾 他曾经去过黑海 那里有一艘二战时期沉没的潜艇 当年前艇上装着价值4000万美元的黄金 随着战争的发生 潜艇沉没 黄金又随之埋葬到深海 这个秘密对克斯顿来说 只能是镜花水月 但对于罗宾就不一样了 在克斯顿看来 他是唯一一个能将这笔财富带走的人 巨大的财富诱惑让罗宾难以拒绝 他决定前往黑海 没有钱 只有一身力气的他们寸步难行 于是他找到大富商卢伊斯 将沉没潜艇的秘密告诉了他 价值4000万的黄金 就算是顶级富豪 他也会心动 不过他并不是慈善家 而是商人 没有回报也是不会自主的 他开出克克的条件 要分到四成 如果超过4000万的部分 再分两成 所有的启动设备和资金 都要靠路易斯 即便条件再刻薄 他也只能答应 从路易斯那里获得启动资金之后 他们便开始着手准备 寻金计划需要12个人才能完成 除了罗宾和小黑 他们又挑选了10个人 他们曾经都是相当初始的航海员 在测绘 商大 判断等领域 都十分的出色 这时丹尼斯提出加入 他是路易斯身边的助理 即使他有并恐惧症 也必须给路易斯当监工 克斯顿已在被选行列中 可这个时候 他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怎么都找不到他 罗宾回到家里 发现一个男孩坐在自家门口 正是克斯顿让他前来的 从男孩口中得知 克斯顿已经自杀了 他一直都在服用抗抑郁药物 生活的贫困 是他自杀碎化器 罗宾看着眼前这个机场路路 无家可回的男孩心生同情 他很小 还不满18岁 未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了让他拥有一次改变命运机会 决定让他顶替克斯顿的名额 一起出海 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无感 他说今天这12个人队伍 老的老 小的小 没有经验的没有经验 还有一身臭毛病 都是招不保夕 人生失败的人 不仅是人员 硬件设备也是一言难尽 奸商不会是奸商 资助的潜艇是一艘处在暴飞边缘的潜艇 健身秀极斑斑 到处都是补丁 船内线路老化 配置不灵敏 再加上漏油 它们不像是去寻金的 而是像去扶贫的 他检查 舰艇上所有的装备 唯一看着还很新的便是救生衣 和数量远远不够所有人都穿上 这一位潜艇一旦发生事故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生还 罗宾在其他人发现之前悄悄藏了起来 对潜艇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后 一段时间的维修潜艇运送了起来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这座潜艇上没有对外通讯的无线电设备 它们是非法入境行动 不能被别国军队发现 很快它们便出海了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井然有序的工作 由于托宾的经验能力不足 很快便引起大家的不满 不仅如此 罗宾制定的规则是 除了给那个资助人刺诚之外 所有出海人将平分财产 托宾的出现让大家觉得 他就是来凑人头的 在罗宾强硬的态度下 大家暂时搁置着争端 努力工作 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 罗宾站在潜艇上 观察周围的情况 微风拂面 凉爽惬意 落日迂会洒在海面上泛起波光 罗宾没有心情来欣赏这样的美景 它们就要准备下潜了 一旦下潜便没有回头路 它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不是惊喜 隔当舱门关闭那一刻 它便下庭决心 无论前面多么艰难 都一定要拿到改变命运的黄金 下潜过程十分的顺利 这条又老又破的潜艇 并没有让它们失望 它们距离黄金更加近了一步 连日来的航行 让每一位船员都十分的疲惫 潜艇里的生活 让它们倍感压抑 深海几千米 不见天日 不分昼夜 它们犹如大海里的 一条瞎了眼的鱼 面对着无穷无尽位置的危险 大家耐心所生无几 时常乱发脾气 托宾自然成为大家的出气筒 虽然它很努力 但是没有人愿意和它一起搭档 所有人都认为它是个累赘 托宾只能躲得它们远远的 他少言寡语 没事的时候 他会盯着一张手机照片发愣 罗宾知道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主动关心他 发现他手机中的照片 那是一张必超 一条鲜活的生命 托宾搞大别人的肚子 非常担心 他只有18岁 还是个身无分文的孩子 更别提能给这条生命带来过什么 罗宾看着这条小生命十分的触动 他也是个父亲曾经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他能够感受到托宾不是不爱孩子 只是穷困让他无能为力 罗宾开导他 等他们再回去的时候 就是身家百万的有钱人了 能够给这个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了罗宾的话 托宾开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这时 潜艇突然晾起了警报灯 让所有人的信都提到嗓子眼 附近海域有人巡逻 他们必须小心翼 以免被当成不法入侵者给击沉 他们保持静默 放缓潜艇的速度 夺过第一次严密的日查 距离目标海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这次的危险只不过是个开始 罗宾不仅要处理外面的危险 还要时刻提防他的船员 每个人分到的钱一样多 一直让有些人有些不爽 他们都把猫头指向了托宾 对他冷言冷语 拳打脚踢 为的就是让他变得抑郁 最终熬不过而去自杀 从而让他们分得多一些钱 他们都是吃人不土骨头的恶魔 就算是一分钱 他们也会付出生命去争夺 船舱里有人中了彩票 只有3万块钱 和他们即将获得的财富相比 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可他们会为了错失3万块钱而发疯 全然不顾同伴的性命 在黑海使用无线电接受讯息 刚才的危机很有可能就是他导致的 如果被发现 他们一个人都活不了 罗宾生气之下 用斧子将无线电给砸坏 并将他的彩票给烧掉了 只有这样做 大家才能够活命 可欲望的种子一旦被埋下 就很难被移除 他们为了4000万而疯狂 弗雷泽是个性恨手辣的人 在此之前身上就背了两条人命 在利益的驱使下 他拿着匕首走向了小黑 加义维护托饼 与小黑发生争执 一刀捅向了他 这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油桶被踢翻 动力使发生巨大的爆炸声 火花四箭 前停的航行也发生了偏移 不仅如此 好几个人都因为这场事故而受伤 罗宾昏睡了18个小时 等他醒来时 小黑已经死去 他被烧得面目全非 他们次次将小黑的尸体给处理掉 虽然他死了 但罗宾相信他永远和自己在一起 与此同时 前停的引擎轴 因为事故而断裂 留给他们的时间只剩下36个小时 因为事故 前停里的人分成两派 俄国人和他们决裂 为了能够继续寻找金条的任务 罗宾冒着危险来找他们求和 俄国人也不是非要鱼死网破 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合作 他们和罗宾讨论之后的计划 估测了前停所在的位置 推测出距离黄近并不远 如果他们找到那艘潜艇上的引擎轴 将其更换到他们潜艇上 就能挺过这次危机 这个想法让大家产生了分歧 可为了活着 他们必须放手一搏 首先他们敲击前停的挺身 通过声音来辨别方向和距离 很快他们便了解到 潜艇周围的状况 测出距离那条沉没潜艇并不远 他们中的三个人接受潜水任务 其中就有脱禀 别看他年纪小 可是在紧欧关头担任重大责任 身手不见五指只有头发上发出微弱的光 他第一次下潜到这么深的海域 有些害怕 突然看到眼前飘了一小黑尸体 把他给吓了一跳 差点较进深海底 还好弗雷泽将他给救了上来 他们摸索了一会儿 发现地形并不对 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 突然脱禀发现藏在泥沙下的潜艇 他们顿时都欣喜若狂 潜艇里面布满了尸体 他们都是这艘潜艇里面的人 只有里面不仅有更换的锦型轴 还有数以百计的金砖 他们不甘心就这么回去 连带着整箱金砖都带了回去 金砖太沉牵进了坑里 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放弃 使劲推着金砖 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个潜水岩掉进深坑里 人员越来越少 只剩下九个人 都不足以启动潜艇 但罗宾坚信 他相信大家 骑行协力一定能够渡过胆观 只是丹尼斯开始唱反调 他不同意冒险 他一开始就知道 潜艇上所有人一分钱都拿不到 丹尼斯向罗宾坦白 他们建造的那个富豪路易斯 只不过是演员假扮的 尊重雇佣他们的是 罗宾工作了30年的公司 他们辞退罗宾只是第一步 让克斯顿告诉他们 黄金的秘密是第二步 从一开始圈套就设计好了 只等着罗宾往里面跳 他们只不过是打工人 罗宾十分生气和懊悔 原以为能够改变命运 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 罗宾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家 所有人都被命运给捉弄了 现在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 要么穷困潦倒地活着 要么放手一搏 可能死去 他们清点了所有的黄金 那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没有人能够抵御这样的诱惑 他们都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人 甚至没有钱的艰难 与其这样不如背水一战 罗宾重新分配了任务 每个人都干紧失足 潜艇很快便再次起航 他们更赶了航线 躲过追捕 未知的海域到处都是暗交 他们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 他太想得到这些金子了 不惜搭上性命 也要从这边海域穿过去 任凭谁都无法说服他 在利益的驱使下 他们听从了罗宾的指示 从这片海域穿过去 丹尼斯是唯一一个想服上去的人 不管黄金是谁的 他都一分得到 他不停地劝说弗雷泽 只要再少一个人 潜艇就无法前行 就必须服上去 弗雷泽十分犹豫 如果能够成功 便能获得巨大财富 就在此时 潜艇出交 遭受猛力的撞击 这让弗雷泽下停的决心 他想要活着 他拿起扳手 将负责引擎的人给打死了 没有了动力 潜艇很快失灵 更糟糕的是 潜艇里的事故 一个接着一个 他们又是在深海 潜艇没有办法着陆 下潜的深度越来越深 越来越快 难以抵挡深海的压力 海水冲进了舱里 托兵也因此差点丧命 还好罗宾将他救了回来 为了逃生 他们关上一道又一道船舱的门 来不及进到门里的人 就葬送在海水里 最终只剩下罗宾 托兵和大胡子 他突然抢起来 藏起来的三件救生衣 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12个人里面 只有3个有机会活下去 他们亲如家人的兄弟 都死在这里 罗宾让他们两个人 穿好救生衣 告诉托兵 他还有家人 不能就这么死了 一定要为家人活下去 还说他们走后 自己可以用逃生舱 他们没有多想 就和大胡子逃了出去 从深海缓缓地扶了上去 大胡子和托兵都活久了 可他怎么也等不来罗宾 最后一套救生衣 从海底漂了上来 里面装满了黄心 和罗宾先给他们寄语 他并没有生还 潜艇里面根本没有逃生舱 他将生的希望留给托兵 他在船舱里面回顾着一生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家人和孩子都已经离他而去 或许他就应该和金子埋葬在这里 最后的时刻 他静静等待着海水的到来 电影也到此结束 本片是英国冒险电影 黑海夺金 看似是人们因为欲望和贪婪 最终埋葬自己的故事 实则却探讨了这个畸形的社会 亲吼的工作 却保不住自己的饭碗 看似能够改变命运的金子 回顾自己的一生 只剩下可怜和可笑 除了丹尼斯 所有人都是赵博西的可怜人 他们急需改变命运 争得头破血流 只有丹尼斯 他是有钱人的代表 从不需要黄金改变命运 他可以随意操纵别人的人生 挑起他们之间的争端 最后抽身而去 电影只是做了理想化的处理 没有让真正贫困的善良人一无所有 可在现实当中 一无所有的人比比皆是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赞和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